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講一下白街派錢 這件事大家都很著弱 很多朋友都叫不需要申請,快點申請 香港人有好處就扑倒去了 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政府要求兩間連鎖超級市場 包括衛康和白街申請第二期保就業計劃 需回饋社會 白街表示 以將總值4090萬元的現金食物券 送到27間 合作社福機構 機構會於本州稍後時間開始發放 尿月底前可分發給20.4萬個低收入家庭 長者和傷殘人士等 據了解 有關現金券使用的條款限制不大 沒有指明每次用多少張 沒有指明每次使用最低購物金額 也可以一次用很多張 就如同現金了 這件事是不是人人有份呢? 有什麼禮物呢? 三獎 一百元現金券 有三十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名 無端端有一塊水去白街買東西吃 而中三十幾萬名 基本上你肯拿手機來登記 都很大機會中了 二獎 有一百元現金券 再加禮品套裝 米、油、紙 二百四十元三千名 除了一塊水去買東西之外 還有米、油和刺紙套裝 總值二百四十元 這個二獎 三千名 頭獎 除了一塊水的現金券 還有一分鐘免費購物 十名 免費就不是購物 免費拿東西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以前電視台有玩過這件事 以前是否在那間家樂福玩 我記得他們那時 一分鐘瘋狂購物 可以拿電視機 洗衣機 不單在超級市場玩過 還有 那時軟硬天師 失驚無神 恭喜你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街上截了一個人 然後說 這輛車裡面有很多禮物 你就在一分鐘之內可以拿 每次的那個人拿都是 想台步洗衣機 太重 然後拿一些手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覺得這些是做妹的 在超級市場玩的 我相信就不是做妹的 軟硬天師的 失驚無神恭喜你 我覺得是做妹的 以前小朋友看就很爽 現在大家都說 參加了參加了 我自己想就是 喂 一塊水而已 一塊水買東西吃 比一塊水買東西吃 有什麼著弱呢 但不要開玩笑 這個現在變成網絡熱話 大家都是為這塊水現金券 虎視眈眈 還有幾天截止 到10月18日 什麼時候通知 10月29至11月12日分三批 領獎日期 11月2至11月30日 都是分三批 指限手機電話有SMS功能 重複電話號碼登記就會作費 無需消費 打電話就不用錢 沒有年齡限制 很多小朋友都參加了 小朋友都可以參加 有沒有搞錯 現金券 但百佳員工就不可參加 哎呀 搞錯 給他們參加 有什麼所謂 100元 這些100元 給你買東西吃 多謝誠哥 大家在討論 一分鐘的瘋狂拿你東西 購物 我說不出購物 購物要付錢 一分鐘在超級市場瘋狂拿你東西 你會拿些什麼呢 在網上卻很多人議論紛紛 我自己就想 喂 超級市場究竟有什麼是值錢的 除了酒之外 除了煙酒、罐頭鮑魚 但那些是沒益的嘛 那麼膽膽顧順 煙酒那些是沒益的 納了酒就賣出去 那我一天就沖去酒格掃過XO 賣出去可能有價有市 除了這些我都想不到 超級市場有什麼是值錢的 以前加樂福那些就有電器 那些就當然沒問題 我記得那時候看過人玩這些遊戲 一分鐘瘋狂購物 他們拿一部大電視踏在底 好像平板一樣 然後在上面不停塌上去塌上去塌上高 以前看的真的挺爽的 但是人大了 一分鐘給你拿多少東西 還有其實香港說真的這些物品 都不值錢 你有電視也好 你現在幾千元買電視也不知多大 香港最貴的就是土地 那些糧食 新外物其實真的有限錢 所以對我來說我就覺得吸引不大 那些網友呢 就重心討論的 那我開了個帖 就說如果中了百家一分鐘狂鬧 他就只會拿四樣東西 那貼不出來的了 第一 他就說是那個香蔥餅 第二就是港式奶茶 第三就是三合一咖啡 第四就是洗衣粉 都不值錢 又重啊 對了 有什麼意思呢 拿這些東西 一百幾十 有些人聰明 這個多賣 其實什麼值錢 又輕啊 condom啊 那不是啊 你一盒幾個都說成舊水 你不斷拿 你當一盒就是一舊水 那裡密密執 全部塞在褲袋也好 塞在車也好 只是拿condom可能拿到一萬元 拿到的 如果他夠貨在那裡 那有些聰明 當然是拿酒 第二就是拿藥 藥也值錢的 但是藥放得多會過期 買給藥房 低個批發價 接著就說拿奶粉 奶粉啊 有BB就適合而已 沒有就賣給大陸人 走私回大陸 這個聰明 他說懂得拿一定拿收銀機 他說給你一分鐘瘋狂 掃貨而已 他就給你一分鐘瘋狂盜竊 拿收銀機 然後有人就說 如果給我掃貨 我就會掃貴價雪糕 其實現在的貴價雪糕都不貴 你去白街買dryas 一百元三盒 拿鼻人套底 他一排那些 很輕都一成舊水 你想想三盒dryas多大盒 有人說可不可以掃貴康收銀娜姐 有人說狂掃加盾雜餅 成輩都不用再買東西吃 可以解決這個糧食危機 因為一罐已經可以吃三勢 有些就說 掃了加盾雜餅 每年留給親戚 有一位都說掃酒 懂得掃一定去掃紅酒 但他說不是購物的掃 是掃落地的掃 他說免費 給你一下掃落地 一定很爽 這樣就不要 神經病 最近林家欣賣了一隻廣告 賣那個什麼 掃食餐肉 那是金拱門的 我沒吃 我沒吃 但那隻掃肉 其實我之前吃過 好像是楊大衛發明的 他自己本身在尖沙咀那裡有一間掃食 他又做這些 叫什麼肉呢 他有個名字 我忘記了 我以前試過 在金子龍那時候想做掃食 那我試過他的板 你問我那些味道 其實我覺得是不像豬肉 我不是說他的午餐肉 我說他之前給我吃的素豬肉 我覺得是 一吃下去就知道是豆 是啊 那林家欣賣的金拱門餐肉包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呢 他不斷說很好吃很好吃 那你們吃過就告訴我 我自己就不敢吃 終知金拱門 不了 說回素貨 有人就說 有策略地 要素呢 記住 素在收銀後面那些 煙和酒 有個說 素雞胸和雞蛋 這個一定是 做健身的巴打 哈哈 有個就說 不用素Jaius Jaius也是太便宜 是素呢 就All in Hargandise 那這個也是 方法來的 那另外呢 有人說除了素紅酒之外 還可以素他的威士忌 那也是啊 威士忌一支都幾百塊的 那這個 素得過 有些人在研究之前說 素那些condom 你想一下原來你每次搞東西的成本都很高 是無良商人賣貴了一套而已 不過我這樣說 就是你說這些東西都曾經用過的嘛 那個差的那些呢 便宜的那些呢 又真的沒那麼好用的 那個 順滑度或者是 那個圈啊 那個圈好像是 很緊的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緊呢 有人說 這些是分尺寸的 但我經常以為這些是 free size的 那如果 你們去掃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記住 看尺寸來掃 不要拿了那些童裝細碼 什麼啊 有人說 他們說的什麼酒啊 藥啊 奶粉啊 安全套那些 他說了是不包含這些的 不是吧 那怎麼樣 掃薯片啊 掃可樂啊 掃杯麵啊 那你玩完那一份啊 那一分鐘 購物都不是 有那麼過癮而已 你別說看死他啊 他給你這樣一分鐘狂掃 到時一定會拍片 拍下你們那些 貪男的樣子 我猜而已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活動 故意做一個活動出來 這位十位幸運兒 送了我們一分鐘 免費瘋狂掃貨了 估計那個 私儀就是 安德尊 或者是阿博 說你們 高不高興啊 阿博就說 Yeah 那些通常都是這樣搞氣氛 其實一點都不能吸引 你說是金譜 超級市場啊 大哥 全部的東西都很便宜 唉 真是 總有些人是很開心的 因為那些年輕人 都可以有份參加 通常18歲以上才可以玩這些東西 現在他們小小過 一歲 有電話都可以參加 可能到時 瘋狂購物有些是嬰兒中了 我推著嬰兒車 把貨物丟到嬰兒車上 因為嬰兒 是那個 頭獎得主 有人突破了盲腸 有人說 剛才說四樣東西 最貴的 值得掃 其中有兩樣就是安全套和奶粉 但是他就說 你掃過安全套之後 其實就不需要奶粉了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明白 有人這樣說 我覺得他講得挺對 他說八街面前人人講豬 好像真的一樣 為什麼大家可以對這些小恩小惠 這麼少的利益 然後就 好像忘記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經常都說 其實香港人都很容易搞定 有好處就可以了 你有空派一點好處 有空派一點好處 你十二個月 分開一些好處 給他們 去玩這些抽獎 派一點點錢 香港人是沒有目標去做一件事 是完全忘記了之前的事 有人發現八街的網上已經倒閉了伺服器 他說稍後片刻 網頁將會短時間內 恢復正常運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成功登記到 我暫時還沒有登記 因為我這樣想 這100元現金券 你說給我 我中了也不會特別開心 我不中 我又沒事 不如我不抽 我不抽 我把機會留給有需要的人 那是不是會 令到其他人開心 因為我中了也不會特別開心 我想我就 不會參加 那我希望大家如果是有能力 可以自費在超級市場買東西吃的 那就留一些機會 留一些 賞品、現金券 給有需要的人 或者你真的中了 你就將他 給一些老人家、小朋友哄一下他們開心 因為這些 堂仔 真是堂仔 人家說一萬元都是派堂 這裡是 一萬元的一百分之一 是不是 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話 那就留一個機會 給一些有需要的人